感谢主,我们在下面差不多我们可能花40多分钟,到12点10分,我们可以有一些思想,我想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大家会发现我们教会经历了这三年的教案,我们今年也看到上帝可能今年给我们的空间略微大一点,就是说我们也不知道,就是说确实我们可能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比较忐忑,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 对吧,明天会发生什么,下一个主日是会发生什么,像我如果回顾这个教案这三年以来,如果我们知道上帝还给我们三年时间,比较教案之后我们还存在,我们当时可能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想,我们到底该怎么走下去,或者我们到底该如何,那我们今天看到一个画面,就看到我们今天的一个画面,我们看到有许多的小组,我们有中间有许多新的一些年轻人,有许多人结婚, 你看这段时间,就特别看到有许多的人生孩子,对吧,就是有许多的孩子降生的,虽然我们可能外在的有些,就是一些福音的工作进入到教会慢慢,好像有点隐藏,但是我们却看到我们里面那一种活力和存在, 所以今天呢,其实主要是花点时间,我们也共同来思想,借着这周四和周五我们有这个蒙昭十七周年的一个祷告会和一个就是一个布道会这样的类似性质的一个纪念的一个团契,我想也是今天借着这个主日学,也是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也共同的可以去求上帝来感动 我们再次的问我们,对吧,我们到这间教会来,我们所说的牧羊,我们的挣扎和困扰,我们到底在何处?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其实去思想的一些话题啊,就像其实呢,我们上在昨天的时候啊,李英强长导也分享了一篇那个穆罕啊,就是那篇穆罕的名字叫做《秋雨之福教会是一场运动》,其实我以前的王英布什也讲过啊,就是大家其实特别不喜欢运动这个词,对吧,因为我们中间年龄比较大的,经历了各种运动啊,在中国这几十年来啊,各种各样的整风啊, 反右啊,文革啊,各种各样的运动,其实今天你听到运动这个词呢,我们基本上就不喜欢运动,我们就觉得我们就好好的待在一起,但是呢,如果我换一个方式来给大家讲到啊,就是说实际上教会的话,像王英布什在这个里面问的一个问题啊,教会是一场制度啊,教会是还是一个运动啊,或者说教会是一种制度还是一种运动,那我们呢,如果从神学上更容易理解了,我们会知道了,教会到底是一个运动啊, 是一个组织,还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就是到底是一个生命体,还是一个有机体,还是一个组织,但实际上我们发现,我们如果去理解我们每一个人一样,我们不可能没有血肉,我们也不可能没有骨骼啊,我们其实是又有结构,又有组织体,又是有生命啊,又是有血肉的,所以这方面我觉得,这样的思考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就是说,那近段时间啊,我想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同工的团队也好,还是弟兄姐妹,可能都在一种挣扎啊,就像我们刚才其实,就特别看到,苏比森长老的那个讲道,讲道好,就是这种人的这种挣扎啊,我们一方面我们心灵愿意啊,我们肉体又软肉, 我们有很多的这样的挣扎,那对一个教会来讲,我们的挣扎也是如此啊,我们就看到,好像我们看到一个很宏大的使命,对吧,我们都看到,我们有使命,我们看到今天的中国啊,特别需要教会,我们自己也特别需要教会,我相信我们很多的人都是很饥口,我们特别的看到,我们的生命特别的枯干啊,或者整个的中国现在的一个情景也是如此,在很多的重大的议题上,到底该如何去回应,到底该怎么样啊,我们的心常常摇晃, 但另外一方面,我看到这个大的使命,又看到我们自己的生命这么的弱小,对吧,我们就会开始很害怕,对吧,我们就像大卫面对那一个巨人哥尼亚一样,我们就说啊,他那么强大,我们怎么办,但我们想,那就是信心啊,就让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一个,真正的那一个,就是伟大的那一位,是那一位,今天我们更加知道那一位中宝,那一位又是君王,又是仆人的那一位,那一位曾经是神, 今天又是死的那一位,在我们中间,仍然永远活着的那一位主耶稣基督,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让我们来读一些,这样,亡因不舍的这个访谈,求主来激励我们, 主啊,慈爱的天父我们仰望你,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算什么,主啊,你竟然拯救了我们,说我们今天算什么,主啊,你竟然让我们成为何等人,全是你因为你的恩典,求主再一次的,用你的恩典来浇灌我们,你知道我们是软弱卑微的,我们中间,说我们真的是在这样,有信心的不多, 又真的是有各样的,愿意来为你死,为你而活的人也不多,但是主啊,你竟然拯救了我们这一群,软弱的,怕死的,那今天能够传扬你那死而复活的福音, 求主你继续地来兼顾带领你的教会,感谢主你借着,以兴请的那一位仆人,王一牧师,他的许多的,他这么多年在这间教会,老苦,昼夜不停地,用眼泪的侍奉, 说你让我们今天看到主啊,你今天让他在监狱里面继续受你的门讯,我们就求主你继续带领这间教会,前面的道路,让我们看到,我们外面确实有很大的, 真的外面有这样的逼迫,我们内在的有各样的分散,我们里面的罪,和这个世界,一起来夹攻我们,但是主啊,求你来, 让我们更加的看到,主已经胜过,主你那死而复活的全能在我们的身上,求主你与你的教会同在, 带领求与圣约教会的每一位你的儿女,带领我们真的能够在你面前谦卑,祷告,我们认罪的时候,主啊,你就来光照我们,你就来复兴我们,你就回转我们的眼目, 就求主你让我们看见你那意向,让我们一生也愿意来为你,来奔跑,我们看到这么多信心的见证人, 让我们也真的今天可以放下一切禅在我们的罪,专心奔那前面,摆在我们面前的路程, 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好,对我来共享一下这一个,就是我们还是以这个,就是那一个访谈啊,那一个访谈当然是发生在三年前啊, 就跟今天我们的一个场域,其实是有很大的不一样啊,但是呢,我想啊,就是说,我想实际上王英布什的师奉啊, 他是比我们鲜长的这一个苦的滋味啊,我们来讲,在我们众人还很安全的时候啊,他其实是已经把自己置身在一个很危险的处境之中, 所以当我们今天其实我们在危险的处境,在一个比较危险或肉身的一种危险之后,我们其实要想到,这个可能是王英布什在许多年间常常所经受的, 甚至他们家庭,他不知道哪一天他会被带走,哪一天他不能再继续的讲道,哪一天他不能再继续的公开的侍奉, 这是他一直所预备的,就那我们今天来继续的来读那个时候啊,就是读129之前,他所留下的一些访谈,我们也可以来思想, 也可以来更深的来看那一个真的是曾经激动我们的那一个光,那一个灵活,今天事故继续的来激励我们,好,我来共享一下,我们只是选读一部分啊, 因为我们今天,其实上没有办法啊,就是全部来看,就是我们没办法全部来看这一个,那我们就来选取一个部分啊,就是主要是第三部分的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屏幕的共享啊,就是说,一个叫做使命型的共同体。 对,我们今天呢,其实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就是这个使命啊,有的时候是让我们又爱又恨啊,就是我们其实会发现, 呃,对吧,我们想要有使命,我们都想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刚才前面我也讲过啊,但是我们又发现我们自己实在是贫瘠, 那么怎么能看到这一切呢?好,我们来看啊,就是这个使命型的共同体,我们来读一读一部分,呃,然后呢,请这个,呃,就是方便的哈,方便,方便,呃,方便读的弟兄姐妹可以举手啊,然后我们请那个主持人,我们可以来一人来读一部分啊,就是,我们来转来看, 像王毅牧师的这一个,就是说,呃,这一个,从五月十二号哈,二号哈,教会的福音顺功这两个增长点,然后,呃,我来,一人来读两段吧,就是说,如果有,现在有预备好的,比较方便的,呃,可以来举手哈,然后,呃,一人读两段,两个自然段,好,好的,那我先开始,然后,呃,一会儿请,就是,大家可以陆续的, 好,王毅牧师,五月十二日之后,教会福音施工有内外两个增长的焦点,一是街头步道,二是尼格迪姆查经班,五月十二日之后,尼格迪姆查经班的增长很显著,在几周之前不断突破,楼上楼下全部坐满,达到一百人,现在二零一八年七月,每次来的目道友都有几十人,然后带回到教会内部的团契,尼格迪姆是专门针对目道友的查经班, 从几十个人开始,尼格迪姆查经班,是最近这两三年,教会增长最快的团契,在五月十二日,六月四日之后,不断增长,这和街头福音运动之间是有联系的,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几种现象,一,年轻人的群体的福音需求,因为我们现在有许多人文学院的学人,我们看到年轻人这个群体很大的需求, 我们人文学院的学生都在这边聚会,有一大群年轻人不到二十岁,从短学院一直到六月四日,基本上每个人都进过派出所, 有些人甚至是进过两次三次,大多数都在参加街头步道,很明显地看到这群年轻人的生命的成长, 从物养的角度来讲,他们的生命是非常显著的,这群年轻人的改变是让我们很稀奇,意外的。 好,下面请弟兄姐妹来一人读两段。 有童工帮忙,帮忙一下吗?帮他们解除静音,是。 可以打开了。 好。 可以打开了。 二,服侍童工们的改变。 我们也会看到参与服侍的童工们生命中的突破和成长。 五月二十八日那天对我来说很特别,我们教会七位主要童工一起进去的。 那次是我在灵里面大大被主复兴的一次,因为我以前被带进去的时候都是一个人, 而且他们也都没有很粗暴,都很客气。 灵里是平稳的状态,一步步的祷告,不是奋心的状态。 但是五月二十八日那天不是这样的。 一方面是因为童工团队七个人同时被带进去了。 第二,就是遇到了粗暴的执法。 我们七个人在里面被殴打,卡住,喉咙等。 在那个过程中,我们大声地祷告,唱诗。 这个过程中精力圣灵地充满。 无论遭遇怎样的殴打,我们还是祷告。 你里面是特别有力量,而且对他们而言,如果再压制,就需要加大暴命的力度了。 但是他们该用的手段都用了,再加大密度,就是要出问题了。 他们也不敢,里面成了我们的祷告会、赞美会。 在那个过程中,我们经历了很大的奋心,真的很像保罗和希拉的经历。 当冲突和逼迫在某个地方变得白热化的时候, 属灵里的冲突一下子变得更加真实了。 里面有属灵征战,外面有警察大叫, 大叫,希就是救世主。 其实,这就是这个时代的偶像, 是这个时代里面的真相。 但是平时你不会这样看待, 当时我们七个人在里面的时候, 意识到历史上教会的复兴都是在祷告中, 我们就在此在主面前寻求这样的复兴。 所以那天,我自己在里面就经历很大的属灵复兴。 而且在祷告中,过去思考的问题都开始逐渐清晰了, 非常清晰。 肯定的看见,就是福音运动。 有学者说到2030年,中国会有2.4亿基督徒, 有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基督教国家, 也许这个会发生,但是我看到的是, 从去年9月到今年5、6月, 中国基督徒的总量有可能是在减少, 甚至有可能减少了500万。 过去的两、三年, 中国家庭教会的成长可能已经停滞了, 甚至有可能是负增长。 那天,当我在里面祷告的时候, 我就看见一件事情, 中国基督徒如果有8000万, 我们追根溯源, 1927年到1937年, 一直到40年代的复兴, 成为1949年之后, 中国家庭教会属灵的力量。 80年代之后, 直到现在, 中国家庭教会的成长, 有殉道士的学, 有被上帝大大使用的奋心布道家, 新宗教条例就是个转折。 今天的家庭教会已经不是70年代末, 80年代那个时候, 在磨难中成长的教会了, 其实家庭教会的主体是非常软弱的, 甚至是非常惧怕的, 就像参赞的士兵, 如果战争中的目标成了避免牺牲, 要自己活下来, 那么这个军队必然是很软弱的, 这就有些类似近年来, 中国家庭教会的状况, 荷兰教会或者之前经历被拆十字架的教会, 和八九十年代完全不一样的, 那时候是越挫越勇, 逼迫在哪里, 福音就传到哪里, 在里面祷告的时候我就说, 主, 以前教会的增长有些像游击战, 中国13到14亿人, 一个民间社会1000万2000万, 如果完全不触碰主流文化, 不冲击中华社会, 不和帝王崇拜发生尖锐的冲突, 就可以发展到八千万, 但是再往下走就无法自然增长了, 我是要读完吗还是, 不需要了, 谢谢, 谢谢书琼姊妹, 然后下面请陈向西弟兄吧, 也来读两段, 好, 或者苏三段, 好的, 谢谢, 中国家庭教会八千万是在什么情况下增长的呢, 是已经达到了民间社会的顶点, 主要通过私人领域, 不能够公开步道, 也不在法律上被承认, 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是打得有几战, 地道战, 没有打过战地战, 这种情况下, 我认为达到八千万是一个顶点, 如果我们还希望达到一个新的当量级, 从八千万到1.5亿是完全不同的数量级, 那么今天需要新一轮的逼迫, 目前这个增长有可能已经停滞了, 逼迫和新宗教条例是让教会, 能够反映过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在神的面前为教会, 为自己祷告, 我祷告说, 神啊, 接下来的十年我大概是两种情况, 一是在未来的十年中有相当长的时间, 是在监狱当中, 如果这种情况我就祷告说, 主外面的事情我就放下, 我就专心的坐牢在监狱里面传福音, 第二种情况就是未来的十年, 我也许不会长时间进去, 或者是进去一年就出来, 就十年而言是很短的时间, 绝大部分时间是自由的, 如果是这样, 我求主来使用我能搅乱天下, 能够做更大胆的事工, 更深地参与到福音运动当中, 因为我看到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 在中国如果不兴起新的福音运动, 那么未来新的当量级的增长是很困难的, 从台湾的经济来讲, 七十年代一过增长就很缓慢, 十年增长百分之一, 不会对整个社会带来冲击, 所以我求主在未来的十年, 兴起一批奋心步道家, 兴起新的福音运动, 像当年27年到37年的复兴一样, 我祈求主在他兴起他自己的工人的过程中, 我也能够有份, 如果在对我十年65岁之前, 我一定退休, 这二十年无论我是否能够经历到复兴, 二十年都够了, 二十年之后我退下来, 或者可以写东西, 我在上帝面前祈求, 我不求自己长寿, 我求你给我二十年, 至于65岁之后, 如果主还要使用, 那就是你的意思, 我祈求这十年到二十年之间, 神可以使用我, 阿妹。 好的,谢谢陈向希弟兄, 下面请张欣姊妹继续来读, 也可以读三段, 另外一个反思就是教会体制和福音运动双逸的关系, 过去的思考在这个过程中就串起来了, 以佛所书第三章说, 神所斥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教师牧师, 先知和使徒是整个新约教会的根基, 牧师和教师是每间教会常设的职能, 那么传福音的不是一个具体的职份, 在教会史上通常有这样的说法, 他是日耳曼人的使徒, 历数族的使徒, 爱尔兰的使徒, 苗族人的使徒, 就是说福音传到一个新的族群文化的时候, 实际上是有一批使徒性的福音使者, 宗教改革之后, 天主教很快就扭转了略是成为全球宣教的主力, 除了天主教本身拥有制海权这个因素以外, 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教团, 天主教一直有两套体系, 一是地方的教会系统主教制, 另外就是修道院的系统, 天主教历史上的奋心运动, 福音运动都是从修道院出来的, 从来不是从地方教会出来的, 是从教团里面出来的, 例如耶稣会很快就成为天主教重要的教团, 成为福音运动的主力, 而后这个福音运动遍布全球, 那个时候新教正在建立教会体制, 所有牧师都是教会堂会的牧师, 没有教团的存在, 直到约翰·威斯里的时候开始有了突破, 他走出教会给街头的老百姓, 矿工传福音, 拆会开始出现, 这就是新教教团, 这样新教的福音运动才开始爆发出来, 开始有了向全球的拓展。 所以我看到教会实际上有两性, 一是教会的堂会体制, 二是福音运动在教会日常的运动中, 他一定是以地方教会为根基, 当然也是为了建立地方教会, 从这个视角我们再看, 二十至三十年代中国教会的复兴也是一样的, 中国教会的复兴过程中产生了一大批的教团, 西北灵工团, 遍传福音团, 海外步道团, 甚至包括平信徒步道团, 我也开始尝试重新理解尼托森, 他一直强调自己不是祝堂牧师, 他是要到处跑的, 他是使徒, 他实际上想要做的教团, 推动福音运动, 这实际带来了整个聚会所的兴盛, 聚会所不是不单单是一间间教会的职堂, 实际上是全国性的福音运动, 全国性的教团, 然后配合建立地方教会。 好的, 谢谢张欣姊妹, 感谢主, 那下面请喜乐彬, 也可以读三段。 你先看80岁的大家, 中国家里教会这个, 对教会, 工具是中国教会, 教会的人发展, 就是性的, 好像声音不太好, 抱歉啊, 这位弟兄, 就是声音比较模糊, 你看是调整一下设备, 打发, 手机的, 过去四十年, 中国教会的教会乐的发展, 就是性的都在一处, 在这个过程中, 新的堂会, 建立基督科学的身体, 建立牧养, 教导, 教会的祝堂徒师, 这是过去十年, 中国家里教会重要的一种, 是教会堂会的转型和时代, 这是宗教教, 就是打击这样的教, 它不是打击个人以上的基督, 你可以信仰朋友, 但是不要坐在一起, 不要什么都公开, 不要到街上去, 它打击的, 就是教会做一三月的局, 在社会中的拓展会被看见, 这是它打击的目标, 回过头, 回过头去看, 过去十年, 我觉得有一个忽略, 我们的反应都比较慢, 回应运动的活, 已经减了, 或者说已经非常微弱了, 但是我们都没有, 但是我们没有发现, 我们还以为中国教会在态度增长, 我们大力的在做堂会增长, 传统的古达家, 教堂所带领的福音运动, 在变异建立教会, 但是因为没有建立会养体制, 所以面与自身的一些问题, 在过去的十年中, 中国教会所面与的, 就是建立堂会体制, 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 教堂所带领的福音运动的, 运动特征开始削弱, 也可以说在福音运动的过程中, 因为缺乏地方教会体制性的支持, 运动的发展就受到了牵制, 过去我们倾向于把长老会区会的建造和福音运动建立当成组织, 之前我们希望区会展示福音运动的组织, 但是经过这两年, 我们明显地看到了区会和福音运动的组织是有差异当力的, 我们需要经历中派, 但福音运动和中派的建造是两件相关, 但是发出合适, 实际上是需要有所区分的, 从教会历史上看, 从来没有哪个运动是通过教会体制, 议会的决定展开的, 一定是通过个别教会或者能带出来的运动, 分为想更多的人和教会, 从而形成福音运动, 这个影响可能和你所在的教会体制有关, 但不从何, 这是我对区会的反思, 我们需要合理地看待区会的位置, 我们所在的教会要置身机会中, 但机会不是运动的。 好的, 谢谢行的B&弟兄, 求主, 继续地, 还有需要举手的兄弟可以继续地举手, 我们请五丁十六, 这个弟兄来继续把这一段读完, 现在看, 这个界面有一点说, 我盼望秋雨圣月教会是这里吗? 这里开始吗? 是的, 你可以读到下面这个问题和这个王英布什第一段, 好的, 好的, 我盼望秋雨圣月教会是一个使命型的教会, 成为一个推动福音运动的教会, 一方面是教会建造和牧养, 另外是福音运动, 六月四日之后, 我们决定征选长老执事, 我们希望执事和部分长老的主要功用是牧养教会, 促存教会的团契, 慷慨连接关怀, 所以我们的会友部最近成立了针对教会抑郁群体的关怀小组, 但是另外一部分同工, 我们希望是福音运动的主力, 我们目前正在慢慢看同工不同的恩赐特质, 教会的几个长老成立了步道团, 教会中一批愿意为国度祷告的弟兄姊妹, 成立了支持步道团的祷告团, 通过步道团, 祷告团开展福音运动, 过去有些地方请我个人去不到, 现在我们是一个步道团过去福事, 当然步道团将来也有可能成为跨教会的, 这是我向神第二方面的祷告, 就是教会体制和福音运动双翼的关系, 教会本质上是使命的共同体, 在使命和共同体之间是有张力的, 牧养的过程中如何平衡这两者的关系呢? 好的,谢谢这位弟兄, 谢谢五定石榴这位弟兄, 好,我们刚才读到这里一方稍微有一点停顿,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实际上我们最近几点, 其实我想我们很多的挣扎, 可能和他其实都是这样类似的, 有的是我们看到教会内部好像其实呢, 好像有不同的声音也好, 但其实我想,我觉得今天的这一段, 其实非常的清晰的让我们看到,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做的这个方向, 就整个教会作为一个共同体, 或者我们不同的传道, 不同的长导之间的搭配, 我们也今天其实我们看到, 上帝正在我们中间促成这个画面, 促成这个画面, 所以下面这个问题呢, 就带来我们的一个思考, 就是使命和共同体之间的张力, 我想这个其实有的时候, 在我们个人的生命, 在我们个人的家庭建造, 使命, 在服侍和这个家庭, 好像之间也有这种张力, 在很多的小组也是有这样的张力, 我们要建造一个共同体, 对吧, 但是我们又好像, 我们共同体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 不能是一种运动的, 我们需要保持一种彼此之间紧密的联系, 对吧, 我们需要彼此一起哀哭, 一起喜乐, 一起经历所谓的这一切, 但另外一方面, 我们又发现如果没有使命, 没有一个好像一个运动, 一个活泼的话, 我们的共同体又会趋于一种叫做沉睡, 就是我们其实就发现, 我们在里面仍然也得不到保住, 所以我们下面来读一下这一段, 基本上应该只有一页, 只有一页的这一段, 然后我们稍微的可以有一些的, 继续的分享和讨论哈, 就我再把这个题目读一遍哈, 就是那个就是当时采访的时候, 那一位小编就问道, 他的教会本质上是使命的共同体, 在使命和共同体之间是有张力的, 牧养的过程中如何平衡着二者的关系呢? 所以王一牧师他回答道, 他这个平衡需要一段时间, 我们希望教会的牧养和门训是使命导向的, 虽然也存在, 在牧养的过程中, 有人无法跟上教会的使命, 从而慢慢离开这个共同体的现象, 特别是当这个使命越来越显明, 就产生只有不分同工, 跟着前行的危险, 但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第一, 任何一间教会只要是专心跟随主, 就一定会有人离开, 这是难以避免的现象, 如果这间教会催逼你更多可目主, 更多的扭转你人生的终极目标, 这就会带给你压力, 使命是教会重要的牧养目标, 里面牧养的目标就是要卫生在上帝的国度中, 你可以只参加祷告会, 可以在教会有服饰的时候, 只是帮忙看一下孩子, 你可以只参加教会某个义工的服饰, 就是每个信徒都可以做到的, 但我们希望教会是全方军队的后方有力保障, 我们是打同一场仗, 我们也有同一个使命, 前线的知道自己是在共同体中, 我们希望他们在小组中, 有和弟父姐妹坚实的生命连接, 一个人出去, 背后有很多人为他祷告, 例如我们这次做金兵营, 每个参与的弟兄姐妹要向六个弟兄姐妹寻求支持和祷告, 我们希望服饰运动中的五十个人, 实际上是和三百个人的生命紧密连接的, 前方的不会觉得自己是抽离在教会之外, 无人关心, 后方的也不会觉得和自己无关, 国度的使命是门训的目标, 是门训过程中重要的效果评估。 好, 下面请英传长大导宝后面两段读一下, 谢谢。 目前在这个构想中, 教务团队和知识团队都还比较弱, 这是我们的主要缺乏, 在过去这些年的挣扎当中, 当教会增长过快的时候, 一定会存在牧养不足的现象, 我也在想是不是关心不够, 在一起吃饭的时间不够, 就我们教会而言是没有给他冲突的思考时间, 还没有来得及和大家建立关系, 就有这么多人不认识了, 随着教会规模的不但扩展, 教会的牧养结构也要随之调整, 以前和牧师谈话很方便, 现在就变难了, 现在要请牧师吃饭可能要排两个月之后了, 如果成长的速度变慢一倍就不是问题了, 但是目前增长很快, 还没有充分的时间去接受, 目前也有些弟兄姊妹觉得教会几百人了, 有了牧养团队, 很多事情和过去不一样了, 就会有失落, 教会在慢慢地探索牧养模式, 弟兄姊妹也在慢慢地接受这样的转变, 今年一月份开始, 我们在牧养中不断地强调恩典中心, 强调弟兄姊妹之间的属灵友谊, 在慢慢地教导过程中, 弟兄姊妹开始意识到大教会和小教会的不同, 大教会有自己的优势, 在大教会中信仰是多层次的, 在三十人到五十人这样的教会中, 关系可以是很亲密的, 在大教会你仍然可以在所在的小组里面, 发展深入的团契相交, 建立属灵的友谊, 除此之外还可以有其他的交叉, 神的国度教会在你面前呈现不同的层次, 就像社会的不同层面, 你走到大街上不会抱怨大部分人你都不认识, 你会知道事情有不同, 你会知道事情有不同层面, 有些事情是在两三人的层面, 有些事情是在十几人层面, 有些则是在百八十人的层面, 还有些是在更大的甚至陌生的范围中, 你可以在多层次的属灵关系中, 经历丰富的生命联合, 在小组中经历生命的联合, 在教会中经历属灵的联合, 在多层次的生命连接中, 经历社群的丰富性和神恩典的丰富性, 这样你的属灵经验会更深入。 好的, 好, 谢谢阴强长老, 我发现下面这一部分也很重要, 就讲到基督是主恩典为王, 奔赴实价奋行福音, 就这个使命的一个具体的两翼, 我想我稍微简单的就看到, 一个是布道之堂, 它强调就是福音运动, 然后一个方面就是教会的牧养, 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实际的福音运动, 它包括两方面, 布道之堂和文化使命。 我想之后应该这个册子可以发给大家, 就先给大家, 大家可以再次自己去阅读, 我们今天就读到这个地方, 那下面我们可以稍微的花十多分钟, 我们其实也是邀请大家, 就是说一起来思想, 我想就像最近大家会很明确的发现, 这个教会就是你们大家的, 不是某一个人的, 这个教会不是王英务士的教会, 也不是李英强长老的教会, 更加不是戴智超的教会, 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 我们中间每一个人, 虽然我们的公用不一样, 对吧, 我们中间的个性不一样, 但我们确实看到, 今天能够维系我们在一起的, 确实看到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 所以怎么样我们保持一种叫做多样性中的合一性, 我想大家可能毋庸置疑的是, 上帝确实是让这间教会, 我们中间有许多的人, 其实是可能是从其他的教会转会过来的, 我想以前在教会的增长过程中, 转会而来的, 或者因着教会的各样的文化的时光, 教育, 对文化的冲击, 对政治的一些明确的, 我们的就是说一些立场, 这个吸引了许多的人, 我自己也是这样被吸引过来的, 我自己也是在其他的教会受洗, 在其他教会结婚, 生孩子, 之后我看到这一个使命, 看到在成都这一边的, 他的教育的文化的施工, 所以我们吸引过来, 那我知道了, 你看我们今天教会中间很多的传道, 基本上都是从外地, 基本上你可以看教会的很多的传道, 也好, 长老也好, 我们都是可能从外地过来, 就是相当于奔赴这个地方, 所以上一次我写那个, 圣源灵修的时候也讲到, 就是一场灵魂的朝圣运动, 所以我也就是邀请大家, 你可以思想一下, 你到这间教会来, 但是我们中间也有一些, 是现在很多的是在教会, 这间教会受洗的, 这个可能也占了一半, 就是转会的可能大概占一半, 当然我也没有详细的数据, 只是一个感觉, 就是说那可能有一些, 是我们自己的生养, 但其实在我们自己的步道, 自己的教会受洗的, 很多的时候也是同样的, 就被这个意象所吸引, 他们就来到这个地方来步道, 像我最近也看到, 有一些的步道友, 他们就专门来, 就是也会搬家到秋雨来, 也会搬家, 或者他们看到这边, 他这个福音的道, 能够牧养他的需要, 所以我想, 就是今天在这个牧师里面, 牧师的这一场的访谈, 还他的不断的, 他的讲道, 他的就是穆罕里面, 不断的其实告诉我们, 就是说一方面教会的牧养, 另外一方面, 整个的这样一种福音运动, 这个在18年之后, 其实越来越清晰, 那我也希望今天, 我们经历了三年, 我们其实也在这种挣扎这种, 我们也是想, 我们就能不能成为, 老老实实的一间教会, 我们就好像这样, 但是好像怎么一样, 但是你会发现, 今天不是我们自己愿意,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也感觉挺苦的, 就上帝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 上帝今天给你们, 让我们看到的一个, 这个处境就是一样, 我们中间可能很多对象姐妹, 几年见不到一次面对吧, 我们中间可能还有很多对象, 到交案发生之后, 我们实际上没有, 面对面的去吃饭交流, 或者空气, 但是呢, 是什么能够构成, 我们今天仍然是一间教会, 我想这个是我们值得去, 进一步的来思想, 我们怎么样, 就是说一方面, 我们中间, 就是像刚才那个比方一样, 我们中间不是每个人, 都必须要去福音布道,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中间每一个人, 都是这场福音音乐的一部分, 就是我们就像王一木说的, 有前线打仗的, 有后方提供军备的粮草的, 所以当我们如果越来越, 能看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有共同的一个画面, 我们有共同的一个画面, 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如果这样下去的时候, 即使我们明天就被打散, 就明天我们就散在一起, 那十年之后, 我们再见面的时候, 我们又仍然是一样的, 我们仍然可以就是说来看, 上帝怎么样, 带领我们在各自, 甚至不能联系的时候, 甚至在很多的缺乏的时候, 我们仍然有同样的一个使命, 我们仍然看到, 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那一个亮光, 我想这是特别让人惊讶的, 这是特别让, 我觉得这是上帝, 带领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特别让我们觉得惊讶的事情, 上帝竟然让我们, 可以就是说, 在各样的艰难之中, 仍然可以继续的在福音里面, 仍然伟胜于福音, 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 这个是我想可能最为重要的, 就是我们真的持守福音, 就是我们再不再厌教会, 这不是最重要的, 而是说我们所在的教会, 我们个人是不是持续的伟胜于福音, 回应福音, 并且用福音去继续的去更新, 继续的去见到, 好, 下面就是我看怎么样, 大家就是可以, 对, 我想因为今天可能在这种线上的讨论, 就是很难的,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有80多台设备, 我们可能还有一两百位听众姐妹在线上, 我们是很难讨论的, 所以我想了, 可以大家下去, 可以组长, 对吧, 今天下午大家如果在一起团七的时候, 可以用这个时间, 你们可以讨论一下, 可以思想一下, 对吧, 你眼中的丘域训业教会是什么, 这个你眼中的丘域支付教会, 当你回顾这十七年, 回顾你的人生的时候, 你看到训业教会是怎么样来牧养你的, 怎么样在让你看到一个国度的雏形, 好, 那下面我请英强长导吧, 可以有一些分享, 然后可以你来祷告, 来带领我们可以结束, 时间交给你, 好的, 谢谢, 谢谢直超传导, 我想这个, 今天的这一个分享是非常有价, 价值非常有意义的, 也盼望今天下午, 大家如果在小组当中继续相交的话, 可以继续团契的话, 可以来有线下的等等讨论, 也盼望不只是这一次的讨论, 帮我们可以接下来这一周, 在我们教会蒙昭, 十七周年的这个前后, 对这一段时间, 可以一直来思想, 来讨论这个问题, 请直超传导可以把这个, 把这个文件发到我们的门徒群, 大家可以, 可以都能够来阅读, 我想王一牧师在这个刚才读的那个里面, 提到这个使命型教会, 使命型教会, 那这个使命型教会, 它里面提到了这个双义, 一个方面呢, 是教会体制, 是堂会的牧养, 一个方面呢, 是这个福音运动, 是教团, 那他后面也讲到这个, 步道职堂和文化使命的这个关系, 当然那个我们今天没有读, 但是我想呢, 现在弟兄姊妹, 直到今天, 我们非常感恩的是, 上帝依然保守我们教会, 依然是一间使命型的教会, 依然是, 虽然我们过去三年, 经历了很大的艰难, 但是这间教会的核心的DNA, 并没有变, 这间教会所领受的, 从主那里领受的使命, 从主那里所领受的意向, 并没有改变, 虽然我们被缺弱了, 虽然我们被冲击之后, 我们现在很多的艰难, 我举一个例子, 圣约步道团, 一直在服侍, 大家注意到了吗, 从2020年, 2020年的疫情之后, 我们每周五的, 步道会, 我们一开始比较低调, 没有把圣约步道团的这个名字亮出来, 这是我们最近, 我们把这个名字改了, 圣约步道团不是今天成立的, 圣约步道团在建案之前就成立了, 圣约步道团现在有四位成员在坐牢, 王毅牧师, 秦敦副长老, 安业又可以传道, 好名长老, 他们都是圣约步道团的成员, 那剩下的还没有坐牢的名字, 我就不念了, 免得有人暗图所记, 说, 还有哪些人呢, 我把他抓了, 他抓了之后, 你就知道, 他也是圣约步道团的成员, 春雷长老还没有来得及加入圣约步道团, 这个, 这个也被抓了, 我可以说春雷长老还不是圣约步道团的成员, 但是等他出来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邀请他加入圣约步道团, 圣约步道团是一个, 是一个我们之间教会, 维生于这个时代的福音运动的一种方式, 亲爱的弟兄姊妹, 尤其弟兄姊妹说, 教会未来的方向会怎么样, 我觉得不清楚, 我感觉很彷徨, 教会的方向其实一直很清楚, 很清楚, 只是我们自己很软弱, 我本人也很软弱, 我的家庭也很软弱, 我们的同工团队也很软弱, 弟兄姊妹都很软弱, 所以我们有点害怕, 我们很害怕把这个使命性教会重新提出来,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 今天我们的今天要继续做福音运动, 我们再一讲的话, 那不就抓了吗, 那么又抓了, 又抓了怎么办呢, 如果又抓了的话, 那我们就证明, 我们真的是继续在这个方向上, 王一牧师并不是一个孤独的先知, 他一个人打完了, 把自己摆上了, 然后福音运动, 甘然而止, 王一牧师讲的那句话都是空的, 说了个半天, 什么顺言步道团, 没有了, 人都跑光了, 并非如此, 亲爱的弟兄姊妹, 并非如此, 今天在我们当中, 我们上帝继续的呼召, 继续的扶持, 一批的仆人, 我身在这间教会, 我们有一群的弟兄姊妹, 愿意沿着秋雨之福, 秋雨圣约, 所领受的这一项继续往前走, 我们都在其中, 所以, 我们可能接下来, 可能要继续恢复的一个时钟, 可能是祷告团, 可能是要把祷告团成立起来, 让更多的弟兄姊妹可以, 知道说, 我们都可以, 有一部分人在后方祷告, 有一部分人继续在前方打仗, 我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 如果教会今年在, 今年遇到更大的冲击, 以至于, 没有人可以沿着之前的方向继续前进, 这间教会被打散了的话, 那就是秋雨圣约教会的这个使命性的意向, 可以散布到全国的时候, 我前两天在这个周五的布道会和昨天下午的这个圣约学人讲座, 我都分享, 我们这间教会有一个最基本的服饰是什么, 我们这间教会有一个最基本的服饰, 就是和我们正在坐今的主任牧师一起, 来伪生于今天的这一场的福音运动, 我们这间教会可能自身是, 在若干年之内都是软弱的, 都是没有办法有一个什么大的堂会的聚集, 没有办法自己去做什么, 然后弟兄姊妹的牧养做得非常好, 然后大家都很开心, 可能很难做到, 我们可能都是在一种疲乏和软弱当中, 但是继续的背负实价奋心福音,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这些在这间教会做长老, 做传道人的, 我们的预备是什么, 我们的预备最简单的预备就是, 我们要预备自己和王一牧师一起坐监, 我们要随时预备跟王一牧师一起去坐监, 而且我们要预备的是, 在我从看守出来之后的这两三年当中, 我最重要的一个服饰就是, 我预备这个团队, 在一些主要的带领同工被抓走了以后, 还可以继续的有人愿意为福音的远备去坐牢, 我也看到这间教会是有一批这样的弟兄姊妹, 所以愿主在那个时候, 如果这间教会的长老传道都被抓走了, 那那个时候上帝呼召你起来, 继续的持守这个意向, 这个意向不是证明我们秋雨社会教会有什么特别, 不是的, 我们要与这一个帝王崇拜, 与这个文化当中魔鬼所营造的这个重重的捆锁, 要有一个决战, 要有一个交战, 而且这个交战我们摆上的只是微薄的五饼二鱼而已, 只是几个人, 几十个人, 几百个人而已, 但是上帝可能在中国的目标不是要收获几百个人, 几千个人, 上帝的目标可能是几千万, 几个亿, 我们不知道, 我们尾声的是上帝在中国的一个伟大的福音运动, 所以秋雨深约教会的使命已经结束了吗, 不, 没有, 没有, 今天还在继续, 我们所有的这些同工们, 凡是在这间教会辐射的同工们, 我们很清楚, 我们随时预备自己, 进入到那个幽暗狭窄之地去继续开展监狱步道事工, 监狱的福音事工, 那其他的弟兄姊妹, 请你们预备好加入祷告团, 或者是预备好加入这个关怀怜悯, 彼此看顾看顾这些坐监的弟兄姊妹的孤儿寡妇, 在外面的我们做好这样的工作, 如果重压之下我们没办法带到成都, 我们就散到其他城市里面去, 继续推动这个福音运动, 直到愿意持守这间教会的异乡的所有的弟兄姊妹, 全部被抓了, 如果这间教会有十个人坐牢, 有一百个人坐牢, 有两百个人坐牢, 那中国教会, 我想就有一大批的火种, 实在是不撒出来, 不是我们为基督受苦, 不是, 一点都不是, 乃是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不得不向这个世界来述说他的恩典, 他的恩典是我们已经有了永生, 我们已经有那一位体恤我们软弱的大祭司, 他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 所以我们已经有了这个永恒的安息, 我们要向这个世界来宣告这个,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全中国来推动这场福音运动, 来维生这个全国的福音运动, 而不只是我们自己,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盼望大家可以, 这段时间可以更多的思想, 更多的思想, 我们有更多的祷告, 求主来帮助我们, 我们有一个结束的导告。 谢谢大家